俄羅斯在哈爾科夫攻勢受阻之後 重新加大了對頓巴斯地區烏克蘭的進攻 這揭示了目前俄羅斯軍事行動的重點 就是試圖將整個頓涅茨克和盧干斯克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過去一個星期以來 俄羅斯主要在兩個軸線上對烏克蘭發動進攻 分別是位於阿夫紀弗卡西北方向的紅軍村 和巴赫穆特以南的拖列茨克 我們今天就結合地圖帶來最新的戰場分析 在7月25日 烏克蘭當地的一個媒體表示 過去24小時 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發動了150起襲擊 其中幾乎一半都集中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 波克羅夫斯克又叫做紅軍村 所以在不同的媒體上 大家可能看到不同的翻譯 在今年2月份 俄羅斯奪得阿夫迪弗卡之後 持續不斷向紅軍村推進 根據目前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在紅軍村方向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突出步 我們簡單從地圖上測量一下 從阿夫迪弗卡到目前的戰線 俄羅斯在5個月的時間內推進了大概20多公里 也就是說 平均每個月推進4至5公里 俄羅斯的推進速度很緩慢 為此也付出慘重代價 但這也表明目前在戰場上 俄羅斯依然掌握著主動權 從地圖上看 紅軍村地理位置至關重要 這裡有三條重要的公路交會 除此之外 還有一條鐵路貫穿 這條鐵路值得注意 它是從東南方向的頓孽茨克出發 經過阿夫迪弗卡 蜿蜒曲折 穿過紅軍村一直向西延伸 烏克蘭記者布圖索夫在上週二寫道 過去7天以來 敵人向紅軍村方向推進6公里 從地圖中可以看到 中間一條彎曲的路徑正是這條鐵路 而俄羅斯的攻勢正是沿著該鐵路向西延伸 目前俄羅斯前鋒距離紅軍村只有19公里 負責防守的是烏克蘭第31機械化步兵率 過去幾天之內 因為受到了俄羅斯包圍的威脅 其中的第一營和第三營成功突出俄羅斯的包圍圈 不過這也證明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該方向上烏克蘭的防守顯得十分狼狽 在未來的一至兩個月內 圍繞紅軍村將展開更加激烈的交戰 雖然戰爭前線距離紅軍村只有19公里 但目前在紅軍村內生活仍然和往常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視頻就是在紅軍村的小區裡面 小朋友在玩耍 而另外一個畫面中可以看到 環衛工人正在有條不穩地進行自己的工作 看來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 烏克蘭人已經習慣了戰爭的存在 如果俄羅斯奪得紅軍村 從這雷北上就可以包圍敦涅茨克最後的重鎮 斯拉夫陽斯克和克拉馬托爾斯克 向西可以向蒂涅伯河畔的蒂涅伯羅推進 更重要的是這裡是交通枢紐 獨得這裡就能大大削弱烏克蘭前線運輸補給 之後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和紅軍村之間的 烏克蘭軍隊補給將受到嚴重影響 甚至不得不將從這一地區撤退 選擇防守克拉馬托爾斯克至斯拉夫陽斯克一線 俄羅斯為什麼能夠在前線取得突破呢 根據烏克蘭記者布圖索夫的說法 俄羅斯指揮部首先攻擊那些管理和組織最薄弱的部隊 當管理不善的部隊被攻擊時 即使他們戰術上掌握有優勢也會被擊潰 除此之外 該記者表示 烏克蘭前線部隊缺乏完善的防禦攻勢 缺乏能夠抵禦敵人進攻的堅固堡壘 該記者還揭示了不為人知的一點 烏克蘭目前無人機部隊和使用電子干擾的部隊 存在嚴重的管理問題 導致烏克蘭的一些電磁干擾設備 摧毀和干擾了不少自己的無人機 烏克蘭前線部隊存在一定問題 然而俄羅斯也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 也是記者布圖索夫表示 俄羅斯人的進攻方式是非常可以預測的 他們總是使用小股的步兵對前線進行人肉式的進攻 往往傷亡慘重 在烏克蘭公布的視頻中 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情況 烏克蘭使用無人機摧毀了多輛中國生產的高爾夫小車 這種小型車輛不適合戰場作戰 但是俄羅斯依然投入到前線中 可以看到戰爭進行到第三年 俄羅斯前線的軍事裝備損失比較慘重 不得不使用這些民用裝備執行軍事任務 除了紅軍村以外 俄羅斯在巴赫穆特以南的托列茨克也發動進攻 這次攻勢是從今年6月份開始的 由俄羅斯中央軍區負責 為此俄羅斯特意將第二期摩托化步兵師 從阿富迪弗卡方向重新部署到托列茨克 俄羅斯還投入第90坦克師 第90坦克師本身就隸屬於中央軍區 在烏克蘭戰爭初期 該師被編入第41集團軍 從白俄羅斯東南出發 主攻切爾尼戈夫 試圖包圍基輔 最後戰敗不得不從基輔撤回境內 該師是俄羅斯的精銳部隊 下轄第81坦克團 禁衛紅旗第239坦克團 禁衛紅旗第228模特化步兵團 除此之外還有獨立的防空導彈營 工兵營偵察營等等 之前的阿富迪弗卡戰役 仍然由俄羅斯中央軍區負責 當時的第90坦克師作為預備隊 並沒有直接投入到戰役中使用 托列茨克在戰前是一個擁有43000人的小鎮 而我們現在看到的視頻顯示 該城鎮已經完全被摧毀 沒有人居住 在這次烏克蘭戰爭中 這樣的場面我們看到太多了 幾乎俄羅斯每向前推進一個村莊 一個城鎮都會將其徹底摧毀 在戰場上 烏克蘭處於被動 不過烏克蘭頻頻使用無人機和彈道導彈 空襲俄羅斯後方重要的軍事基地 在7月26日 烏克蘭發射ATACMS導彈 襲擊克里米亞半島上兩個空軍基地 在當地時間凌晨3點左右 薩基空軍基地周圍發生爆打 產生滾滾濃煙 火勢也很大 並且發生了十幾次的二次訓爆 根據烏克蘭媒體的說法 一個飛機彈藥庫被毀 俄羅斯的空對空導彈起火並飛向天空 而在7月27日凌晨 在莫斯科地區 烏克蘭特工悄悄潛入機場 並摧毀了三架俄羅斯的直升機 其中包括米8和米28 近日烏克蘭總司令希爾斯基 也接受了英國《衛報》採訪 他表示 俄羅斯早期在烏克蘭部署了十幾萬部隊 現在這支部隊已經增長到52萬人 到2024年底 俄羅斯計劃在烏克蘭戰場部署69萬名士兵 而在武器裝備方面 烏克蘭和俄羅斯保持在1比2或者1比3的劣勢 希爾斯基是這樣評估俄羅斯最近在戰場上取得的局部優勢 他認為這些是戰術上的勝利 戰略上並沒有太大影響 俄羅斯為前進每一步付出了重大傷亡的代價 希爾斯基表示 俄羅斯的傷亡比烏克蘭要高三倍以上 希爾斯基在受訪時也表示 俄羅斯指揮官以犧牲大量士兵 來推進100至200米的能力而聞名 而挽救士兵的生命對於烏克蘭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不會誓死保衛廢墟 他表示 他不願意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目標 有的時候有必要轉向更有力的位置 在接受採訪時 希爾斯基還表示了未來將如何使用F16戰鬥機 他說到 F16戰鬥機所能實現的目標是有限的 他們必須於前線保持40公里或者供應遠 因為俄羅斯有可能將其擊落 俄羅斯擁有非常強大的防空能力 正因為如此 現在烏克蘭越來越多的在使用無人機系統 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們對於F16戰鬥機的到來 寄予厚望 不過希爾斯基將軍的這番話也表明 烏克蘭不認為F16的到來 能夠徹底扭轉戰場局勢 F16戰鬥機是一款強大的武器 但是烏克蘭獲得的F16戰鬥機數量有限 使用的也是退役的版本 F16必然能夠給烏克蘭提供很大幫助 但並不意味著它一上場 就能夠立刻阻止俄羅斯的攻勢 或者將俄羅斯趕出烏克蘭邊境 在希爾斯基採訪中也透露出 目前烏克蘭軍隊在人力方面面臨一定困境 近日烏克蘭將徵兵年齡曾27歲降至25歲 希爾斯基對此表示 如果不進行動員 他就無法建立新的預備隊和旅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頭看看 去年前總司令扎盧日內和澤連斯基的分歧 當時扎盧日內堅持要求烏克蘭擴大徵兵 而總統澤連斯基反對 軍事打仗講究實事求是 需要多少人那就是需要多少人 目前看起來無論是扎盧日內也好 還是希爾斯基 從軍事角度上來說 都認為烏克蘭確實需要更多士兵 才能夠有效地抵擋俄羅斯的進攻 當時的總司令扎盧日內的判斷其實並沒有錯 目前烏克蘭戰場已經陷入僵局 而這種僵局在可見的未來不會有太大改變 我想用希爾斯基將軍的話結束今天的節目 希爾斯基將軍對英國《衛報》表示 我知道我們會贏 我知道我們必須做什麼 我確信我們會做到 我們有勇敢的人民和一段艱難的歷史 我是紫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